Hello, 又是我 Donald 未出發去旅行的我們 當然就是在香港找自助餐吃 剛巧又被我們找到一間 在9月吃自助餐 有買一送一的優惠 但是在我們出片的這一刻 這個優惠已經賣光了 那它什麼時候再有 我就不清楚 不過有興趣的網友都可以去 它的 official website 看看 有什麼優惠在做 那我說了這麼久 究竟我們去了哪一間酒店吃自助餐呢? 沒錯, 就是翌日酒店的Alpha House 我們這次一行五個人 所以就買了兩個買一送一 而最後突出來的那個 究竟的收費是怎樣呢? 當然就是淨價再加一啦 所以有興趣來的網友 又想報他這個買一送一的優惠 記得湊夠人數喔 如果不是真的有小小蝕 而他吃自助晚餐的時間 就由下午的六點吃到晚上的九點半 吃足三個半鐘 一搭正六點 職員就馬上帶我們進去坐 而當我們知道坐哪裏之後 當然第一件事 就要出去看看有什麼好吃 而我們去吃的當晚 基本上都是Fu House 打頭震的就有他 麵包區 他總共有六款麵包 可以給你選擇 當然啦 果醬和牛油他都會有賣給你 而今天的其中兩款湯 中湯和西湯 中湯的名字 就叫試日中湯 即是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西湯方面就簡單易明了 它就是南瓜忌廉湯 放在湯和麵包旁邊的 就是斜仔麵區 不過老實說 給的這麼貴的價錢 來到吃夜晚的自助餐 我相信應該都沒有人來吃車仔麵的啦 它除了有車仔麵之外 還有鮑魚雞粥給你吃 這樣就可以等你一餐 吃完四大發明粥粉麵飯啦 接下來我們就會看看有什麼沙律吃 自助的沙律吧當然都有 而拌好的沙律分別有蟹肉雜果沙律 那它的蟹肉當然就是蟹柳 接下來它還有紅菜頭沙律 就這樣看樣子都很等本的牛油果龍蝦沙律 而其餘的三款沙律分別有 泰式青木瓜沙律 青蘋果沙律 和泰式鳳爪沙律 用鳳爪去做沙律當然就少見 所以我就拿齊了這麼多款去試試 究竟哪樣好吃些 我首先試的就是它的牛油果龍蝦沙律 這個沙律除了有牛油果和龍蝦之外 它還有超甜的芒果 算是這麼多個之中最好吃的一個 接下來就要試試它的紅菜頭沙律 正路的紅菜頭應該就沒什麼甜味 但它這個吃下去都挺甜挺好吃 而它的雜果蟹肉沙律就是罐頭雜果 再加上其二果、士多啤梨和蟹柳 味道普普通通沒什麼特別 而泰式青木瓜沙律 這個味道吃起來都酸酸辣辣 而且都挺爽口 味道就不算太大特別 屬於正常酒店可以發揮到的水準 接著就試試它的青蘋果沙律 它基本上只有青蘋果和提子乾 吃起來酸酸甜甜一樣都挺爽口 但最重要的是你真的喜歡吃青蘋果 而泰式鳳爪沙律基本上就是前菜泰式鳳爪 而最後沙律的推介 我當然就是選牛油果龍蝦沙律 吃完沙律 我們不如看看前菜還有什麼好吃 當然Coccut和芝士它這裏都有 芝士方面它都有三款 分別有金銀筆芝士、車打芝士和大洞芝士 芝士的款式它就不算太多 但配上芝士一起吃的餅乾 它就有四款可以讓你選擇 接下來就是Coccut 一樣的款式也不算太多 就算放在芝士旁邊的Pramaham 它都只有六款Coccut可以讓你選擇 看完所有Coccut 我就拿了一點回去再加一點沙律回去試試 第一樣要試的就是Pramaham 旁邊的蝦蜜刮 吃下去都很硬 而且不算太甜 就算你配Pramaham一起吃 你都不會減到它的鹹度 而吃下去最有驚喜的 我相信就是這個煙山文魚配紅菜頭汁 吃下去的味道比沒有紅菜頭汁的好吃很多 可以說是這麼多款Coccut之中最好吃的一種 吃完沙律和Coccut 當然就要先吃一些凍海鮮 而它這裏都有即開的山蠔可以讓你選擇 而其餘的都是一些大路野 大蝦、青口、長腳蟹和鑼 最後當然不少的就有龍蝦 而龍蝦它都分開了兩部分 除了有一隻隻的龍蝦可以讓你選擇之外 它還有分開的龍蝦鉗可以讓你選擇 看完有什麼凍海鮮吃 我就拿了一隻龍蝦、兩隻龍蝦鉗 一隻長腳蟹腳回去試試看 那它的龍蝦不是隻隻有膏的 但幸好讓我選擇一隻有膏的來吃 首先我們看看龍蝦 龍蝦本身不算太大隻 所以肉也不算太多 而這次我就拿多一隻碟回來 將拆出來的龍蝦肉和蟹腳肉放進去 龍蝦身的肉我們就拆好了 是時候要拆龍蝦鉗的肉 它們都有輕輕打碎龍蝦鉗的殼 讓你可以方便吃 就算你都開不到也不要緊 因為桌面還有鉗和剪刀可以讓你用 龍蝦鉗的肉我們都拆完 最後拆完蟹腳肉就可以吃了 而拆出來的那一碟殼 拆完很快就把它收走了 接下來當然就要試下這一碟 原隻龍蝦再加多一隻長腳蟹腳肉 吃之前再淋上醬汁 它的龍蝦都算挺爽淡 而且它的膏都挺香 但是就鹹了一點 而長腳蟹肉都挺有蟹味 算不錯 不過最棒的是可以用匙巾去吃龍蝦和蟹肉 吃完凍的海鮮當然都要出去看看還有什麼 這個迷你帶子海膽當 看過賣相都好像挺好吃 它除了有當飯之外 它還有幾款壽司可以讓你選擇 不過就這樣看我相信味道都應該挺一般的 而魚山刺身方面它分別有 蝦、帶子、三文魚、鯛魚、吞拿魚和八爪魚 而且每款的魚山刺身它已經預先切好 你要多少就可以自己夾多少 而我就拿了三款回去試試 分別就是三文魚、吞拿魚和鯛魚 第一樣要試的當然就是它的三文魚 就這樣木七它都挺厚切 而且都挺肥美 但是吃下去的味道相對都比較淡 沒有剛才那個有紅菜頭汁的煙三文魚那麼好吃 接下來就要試試它的吞拿魚 就這樣木七雖然就不夠三文魚那麼厚切 但是味道就有驚喜 吃下去沒有根之餘 口感都挺結實 最後當然就要試它的鯛魚 吃下去的味道跟三文魚一樣都是偏淡 而吃完三款刺身我就會推介吞拿魚 接著下來是時候看看熱婚究竟有什麼好吃 第一樣見到的就是北京田鴨和海南雞 有燒鴨又有雞當然叉燒它都會有 再多配一碗白飯 基本上就是燒鴨油雞叉燒飯 鹽齋食燒鴨太過漏的話 它還有滷水豆腐可以給你選擇 燒鴨好像差了一樣東西 沒錯就是乳豬了 不過它的做法就只是西式乳豬的那一種 看完燒鴨當然豬腳薑它都會有得給你吃 不過就這樣看雞蛋的顏色就知道有些根本都未入味 接著下來它還有蜜桃咕嚕骨 蟲草花問話話菜 而我自己就覺得蟲草花拿去燉湯反而會好些 好啦我們繼續看看還有些什麼好吃 第一個就是用酒煮的青口 接著就是一條很有東南亞風味的煎魚 就這樣木刷上面那塊醬我相信都應該幾辣 接著的這一碟都幾沒來神氣的就是炆三色椒 還有去酒樓食為菜必定有的西蘭花炒魚塊 而放到最後的它還有炆薯角 還有我不多會欣賞的意大利燉飯 而吃到大概7點多鐘它就有一個特別精選 沒錯它就是時日燉湯了 而今天的燉湯就是海底野配這個沙心肉粥 就這樣打開燉湯都見到十分之足料 除了有海底野、沙心肉粥、圓肉和紅棗之外 它還有少少豬肉在這裡 湯飲起來很熱而且很夠味 喝完燉湯就出去看看串燒區究竟有什麼好吃 它除了有串燒食之外 它還有即煎的鴨肝 沒錯千萬不要誤會是鵝肝 因為它寫明這裡是吃鴨肝的 就這樣看好像挺好吃的蒜香龍蝦鉗 不過我吃下去就真的吃不到蒜香味 而這次這個菜單它還有些重量級的食物 而第一個我們看到的就是黑松露和牛炒飯 就這樣看樣子都好像挺好吃 接下來它還有炸物和天婦羅 分別有炸蓮糕、吉列蠔、吉列紫薯、吉列海鮮卷 最後當然少不了的就是吉列蝦和吉列野菜 而串燒方面它也挺多元化 除了有燒粟米之外 它還有燒雞肉串和燒雞翼 看了這麼久的食物 當然就要試吃哪一種好吃 第一樣要試的就是它的鴨肝 快鴨肝就不算太大塊 而且上面也有少少黑醋 讓它吃起來沒那麼膩 但最後吃完我就覺得沒什麼味 炸蝦它都分兩款 一款就是吉列 而另一款就是天婦羅 除了顏色炸起來有分別之外 吃起來我也覺得不太大分別 而今天熱婚的重頭戲就是牛肉 燒牛肉這些基本食物我就不多說了 而它這隻異式牛肉丸 竟然用和牛做的 而其餘的食物例如千層麵 紅酒燒牛麵豬 它都一樣用和牛做的 如果不想吃和牛的話 它還有焗羊腿可以讓你選擇 看完食物 當然就要拿回一圈回去試試 見它這隻串燒剛剛燒起 就拿了兩串回去試試 不過味道就是一般 接著就試試它的紅酒燉牛麵豬 肉味都很夠而且都很軟很入味 接著就試試它的羊腿 個人就覺得中間的位置就不算太熟 所以吃起來都比較硬 最後就試試它的燒牛肉 吃下去都很軟很有肉味 不過就有一點肥 接著我就拿了兩塊幾伏的薄薯 少許和牛炒飯和咖哩牛肉回去試試 先試它的黑松露和牛炒飯 目測它應該是用珍珠米來炒 飯吃下去就偏硬 和偏乾身 整體的味道都是一般 而咖哩牛肉就是正常酒店發揮的水準 就這樣憑外表去看 薄餅都好像挺漂亮 但吃起來又乾又硬 比你急凍的薄餅 吃到都有七八成飽 是時候要吃甜品了 它有很多蛋糕都放在冰箱裡 而且就這樣看外表都好像挺漂亮 如果再適合你是喜歡吃榴槤 那這裡就有很多甜品都很適合你了 就算好像我不吃榴槤 它還有芒果、拿破崙和Tiramisu 這些大陸的甜品 但如果你真的喜歡吃榴槤 接下來你看到的甜品應該都會很開心 因為這個平平無奇的木漢布甸 它裡面竟然收了大量的榴槤肉 除此之外它還有榴槤泡芙 榴槤燉蛋白、榴槤奶凍和榴槤忌廉蛋糕 如果這樣你都覺得指不到榴槤忍的都不要緊 因為它還有幾款用榴槤做的甜品 放心它不是拿榴槤來做糖水 而是將葡萄加了榴槤下去 變成榴槤葡萄 當然就算你不吃榴槤的 它還有其他甜品可以讓你選擇 而且它的賣相都好像挺吸引、挺好吃 而雪糕方面它總共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Harkandise 而且它還有六款味道給你選擇 分別有朱古力、綠茶、士多啤梨、Cookie and Cream 還有馬卡龍和一隻我未吃過的餅乾味 以款式來說它都真的算幾多 不過再走過旁邊的水果區 我就覺得有點客氣了 因為大部分的水果都是圓過上 那我走了這麼久 我就拿了六款的甜品回去試試看 那這個葡萄我本來就以為是普通葡萄來的 但是吃下去才知道原來是榴槤葡萄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吃完榴槤葡萄的關係 所以這個果凍我完全都吃不到有些什麼味 不過接下來的這個芒果奶凍就完全不同說法了 吃下去芒果味很香很濃 而且裡面的芒果肉還好甜、超級好吃 絕對是不可以錯過的一款甜品 接著就試完它的芒果拿破崙 它的酥皮都很脆 而且芒果都很甜 整體都算不錯 接下來要試的這個Tiramisu 我相信就是全晚最不好吃的甜品 沒有酒香又沒有咖啡香 而且吃下去又不滑身 完全不推介給各位網友試 而最後它還有一隻自家製的Girato 可以給你吃 它總共有四個口味 第一個又是榴槤 而其餘的還有椰子牛油果 血橙和芒果 而我除了沒有拿到榴槤之外 其他三隻味我都有拿回去試 不過味道都是一般沒有太大驚喜 而整體的食物質素我就覺得普通了些 最後我們五個人總共吃了多少錢呢 買一送一的價錢就是833.8兩個人 而最後突出來的那個就收證價 如果喜歡我們這條影片 記得留言和讚好 再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我們有新影片你就會第一時間知道 如果想支持我們 繼續拍更多這類型的影片 可以按下旁邊的Superfans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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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lays د